各位媒體的朋友大家好,民建聯今天我們的團隊也參與了前廳交流會 我們認為今天前廳交流會的交流很實在,在值間我也表達了當然是歡迎特區政府一方面控制疫情 另一方面繼續向復償之路推進,今天我們將民建聯之前到訪東盟後整合的建議 遞交給財政司司長也向他鋪陳,接下來我們幾位同事都會分別 就今天我們提出一些觀點作簡單的表述,首先我向今天的政府官員提出 就是關於盡量爭取東盟的企業來香港上市方面的安排 除了要加強向東盟的企業當地宣傳我們港交所或者宣傳我們的上市的法規之外 也都我們希望政府當局是能夠考慮可不可以將來設一些適切的門檻 是可以給到一些東盟的中型的企業都能夠來到香港上市 那這些是一些我們認為應該新設的渠道去做 那當然我們都知道其實現在我們的上市規則裏面也都是有容許 有些例如生物科技的公司可以不需要有那個盈利紀錄可以來香港上市 不過只是這個安排看來在東盟的企業來講未是很認知很多的 所以我們都希望要加大這方面的宣傳這個是一點 第二點就是關於中小企我們都向政府方面表達 預先批核橫式不橫本的那個中小企計劃 較早前已經再延長了三個月 其實政府方面都是我們知識 他是稍後會再去想一想看看究竟橫式不橫本這個計劃 最後是會怎樣去做進一步的處理 我們都強調由於中小企現在在今日的香港的情況來講 都還是很需要復原的空間 所以我們都盡量希望在他處理橫式不橫本的未來路向裏面 都盡量以靈活適切的方式去照顧中小企的需要 我想我就先講這兩點我接著會交給EQ 他會講一講關於上市規則和創業板方面的情況 麻煩你EQ 麻煩周炳謙議員 各位傳媒朋友各位市民大家好 我今日都是在財金官員的那一圍那裏 討論關於香港金融和財經的一些政策 我覺得今天的交流是非常之實用和非常之好 因為今天除了政府的官員之外 他們還邀請了金管局和政監處的負責人 來和我們交流 非常之實在 因為我們提出的問題都可以立刻有很充足的回應 讓我們知道整體方向的情況是怎樣 就著上市的安排 我們剛剛民建聯去完東盟 其實很多東盟的企業都很有興趣來香港 用資和上市的 除了東盟自己本身的企業之外 其實我們也看到很多國企和民企出海 其實首選都是去東盟 所以我們都要求政府的財金的部門 和政府的ETO 就是經貿辦事處 其實都應該扮演更加積極進取的角色 就是去向這些東盟的企業和國企民企招手 希望都可以吸引到他們來香港上市 當然來香港上市 我們希望的條件也更加好 所以早前我在立法會已經提出了 創業版應該盡快改革 活化它 因為現在創業版大家都知道 其實已經可以說死了 名寸失望 令到比較中型或者小型的企業 來香港上市是面對困難的 我們很希望現在盡快做完那個諮詢之後 就盡快提出這個創業版去改革 另外就是現在一些根據18A 就是剛才周浩鼎議員所說的 就是一些生物科技的公司 可以未有盈利都可以在香港上市 我們都再次提出 就是希望可以再擴觀到其他的一些創科公司 都可以用同樣的標準 剛才官員都回應 其實他們都很認真去研究這個問題 接下來將會推出一個諮詢的文件 去諮詢如何去擴觀到其他的一些創科企業 都可以用18A一樣的方式來香港上市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的方向 另外我們香港一向都是在金融發展方面 走得很前的 尤其是金融科技上面 所以我們今天都有提出到 關於虛擬資產管理的問題 大家都知道其實虛擬資產發展得很快 怎樣在保障投資者之餘 又可以鼓勵在香港發展虛擬資產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課題 今天官員都告訴我們 他們是很積極去看這一方面的發展 希望接下來都會有一些新的方向 以及一些新的措施會推出來 令到我們在虛擬資產管理方面 香港都可以繼續走在領先的地位 除此之外也都有提到香港的退休保障問題 因為現在我們知道我們有NPF 但NPF一直以來都是有很多問題出現的 很多市民都覺得只是靠NPF 是不能夠有足夠的退休保障 所以現在我們看到年金、銀式債券、易按揭都很受歡迎 例如年金和銀式債券是否可以加碼呢 我們都很希望可以在這一方面 可以比香港市民有更加好的保障 也都有提到保險業的一業多管問題 因為我們都希望香港保險業都可以發展得更加好 另外再提一提我們也都有向運輸及物流局局長 提出關於新能源運輸的問題 我們特別提到電動車、鋰電池回收的問題 充電設施不足的問題 需要加強香港新能源汽車的一些維修保養人員培訓的問題 現在電動車的維修是沒有規管的 去哪裡都可以 我們覺得也是一個安全的隱患需要去監管 以及應該大力去推動新能源的公交 這方面今天我們在會議之中 都有機會直接向官員提出 我們覺得是非常好的一個安排 我補充到這裏 我請劉國分議員講講土地房屋那邊他的意見 謝謝 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主要跟了運輸及物流局局長和發展局局長 談關於土地發展的問題 首先都有跟運輸及物流局講基建先行 希望未來施政報告或者年底 可以盡快宣布在新界北部都會的一些基建項目 包括我們建議了一條南北的幹道和一個北部的發速通道 由東去西的 局長都是會積極研究的 還有希望一些物流的用地可以做一些長遠的規劃 重新發展我們的物流業 智慧物流的 我主要其實是和發展局是溝通得比較久一些 我們都留意到其實最近不少的棕地在業者都說收地在職 接著又要去找地很困難 希望政府去幫忙 事實上在政府如果是用過去社會經常說先中後路的情況之下 在一些的現有用途 例如棕地用途做一些的收地去發展房屋的時候 而在土地開拓沒有增加的情況之下 一定是會有一些的產業是會流失 或者是沒有辦法是要結業 因為你沒有新增的土地 而政府只是在一些現有的用途的土地上面去發展的時候 那肯定是不夠地的 所以我自己是希望政府 第一就是在那個安置的政策上面 可以更加主動一些 包括和商戶或者是職業者溝通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都知道 很多的職業者都說 都是透過書信或者告示去通知他們 有時的信息是會拿不到的 第一因為有時中地的業主 和那個在業營運者其實是不同的人的 有時的信是給了一個業主 或者信息給了一個業主的時候 業主未必有通知到一個租客的時候 那會令到可能有些的作業者 一路都收不到政府什麼時候要收地 發展的信息呢 那變成好像去到最後要收地了 那就說政府沒有通知他們 那實際上這個溝通的程序應該要做好一點的 第二其實就應該要開拓多些新的土地 特別是綠化地 希望可以有新增的土地去安置一些的棕地作業 實際上我們看到 過去政府有一個發展局收地的時候 有些政策的支持是讓一些棕地作業者 是可以找一些的農地透過城規改變用途 是去做一些的棕地作業 但是如果它在收地計劃前期 大家去早些去籌備的時候 可能那時候會多些農地 但是到今天其實在市場上面 是越來越少農地是找得到去改變用途 還有因為之前的土地那個補償是調整了之後 那業主都未必願意放些地的時候 是越來越難的 所以我們建議發展局希望可以 讓他們在農地作為重置 是可以擴闊到一些的綠化地 希望綠化地都可以拿出來 給一些中藝作業者去做一些產業的重置 另一方面政府其實在日合的新發展裡面 都應該是他們全面研究 開拓多些綠化地 是作為新的產業用地 和現有的產業用地的安置 實際上現在所有的棕地加起來 是1,500公頃左右 有一半800公頃已經有計劃收回作為發展了 而綠化地有16,000公頃 其實只要拿10%出來 已經是足夠安置現有所有的棕地作業 而且它有一些新的土地 是發展新的產業 所以我們希望政府能夠全面 研究綠化地的開發 希望可以開發到當中的10-20% 是作為未來的產業用地 和一些房屋住屋用地 另一方面在產業用地方面 特別在科創 過去的政府科創用地的角色就是 一個收租佬 政府建了一些設施 就去招租給一些創方公司去收租 又或者是用一個投資方式架高者得 但是對於我們未來的科創企業的發展 其實這個不是最好的 所以我們一直要求一些科創企業用地的定向招標 而我們也都在最近的討論 包括今天的交流會裏面見到 柱光部門其實都 那方面都承諾 是會研究 將一些的土地 是作為創科的企業的定向招標 不是看解高者得也不是做收租佬 而是希望找一些創科的龍頭企業 是主動邀請他們去發展一些的用地 用這些的方式去招標 那這個也是對產業來講 是一個好的方向 那我希望政府是盡快去開拓多些的新的土地 是滿足現時一些的棕地作業的重置 和未來新的產業的一些的發展需要的 我請問陳勇廣告 謝謝 謝謝周浩臉議員 今天的前廳會面 我自己的感覺 我自己參加的兩位的議員 都覺得很有效 即是快而準 因為大家一進去 才爺先講了開場辦一兩分鐘 那麽浩主席也是 跟著分了六個為數 我就參加了孫東局長 和邱宴華局長的兩位 在邱宴華局長的兩位 跟邱宴華局長的兩位 就好像 我們在講的 就好像花嘴那樣 好像上次那樣 我們議員好像小茉峯那樣 大家快問快答 每個人一兩分鐘 局長一兩分鐘 就著大家共同關注的問題 即時的應對 很有效果 而且溝通得很好 之後呢 大家就可以轉其他的為數 就去溝通 那我自己呢 在孫東局長那位的時候 我們都建議 就是等於 EQ議員之前 長期跟進的 關於那個自衛城市 自衛管理 即是說很多市民 大家就著選民登記 或者自己申請 包括政府派錢 各方面呢 每一個部門 又重新填一次表 有些資料 不通的時候 有些基本的資料 變成是廢時失事的 那這方面呢 孫東局長的回應都很正面 我們希望呢 能夠盡可能 在科學合法的情況之下呢 將政府各個部門的資訊 包括他們APP 即APP 能夠將它整合優化 更便利市民 日常的應用 和使用政府的服務 這個是一個 另外一個呢 剛才大家提的就是 怎樣能夠引入內地 包括國際上的龍頭的企業 優化我們香港的產業的政策 一個龍頭的企業來到香港 包括都會區 就可以帶動呢 數以千計的職業 令到香港的市民 尤其是青年人 更多的就業的機會 這個是一個 另外一個 我們都提呢 就說在雙英國那方面 剛剛我們外訪 東雲回來的 我們民建園 然後呢 迎我們的要求 新加坡的香港商會會長 陳會長呢 接下來都會回訪的 包括他們的主席之前都來過 那麼我們都邀請 邱局長呢 和他大家更好的心力溝通 那麼這個呢 都約到七七八八 接下來呢都會有跟進 就是說我們和 新加坡的商會 來到香港的代表 大家一起去談 接下來希望他們更有規模的 會訪團呢 陸續來 令到香港呢 能夠一起再出發 那麼主要的報告這方面為主 請梁希 不好意思 謝謝各位 我今天繼續去關心的就是 國家就是近日呢 就宣佈了會面向我們港澳人士 去招募航天園這個議題 亦都向局長去了解了個進展的 首先我們一個問題就是問 到目前為止 有沒有已經收到一些報名 或者大學的一些推薦呢 那麼他的意思就是 因為今天才是第一日 開始接受報名 所以一早就來了前廳交流會 所以他就沒有相關的消息 但是呢 都期望 香港是能夠力保有一個位置呢 是可以執行這個航天的國家任務的 那麼其次我都很關心的就是 我們香港合資格的人才 究竟我們政府可以提供到些甚麼支援給他們呢 因為畢竟我們整個輪選的過程 我們和整個training的過程 是要跟全國的人才一起去比拼的 那麼所以呢 局長都有提到的 就是說呢 期望呢 若然被選中的是一個副教授 或者是一個教授的話呢 希望大學是可以繼續出人工給他 那麼如果大學認為不適合繼續出人工的話呢 政府補貼都沒有問題的 那麼所以我認為這個是非常之好 因為我們一方面希望是可以推動科技發展 那麼這樣如果我們是可以令到他 除了這個疑慮就是收入方面的問題的話呢 這方面是會給到很大的積極性 跟著還有就是長遠來說 我們政府是會怎樣去推動我們航天科技的這個產業呢 那麼當局就認為呢 目前呢 只有一間大學是有航天科技的一個專業是可以收讀的 希望之後呢 譬如說 港大科大呀 中大都會有這方面的專業 就是我向局長也是提出了一個建議的 就是除了太空人之外呢 希望其他方面都可以給到我們港澳人士去參與 一方面呢 就是極地探險 另一方面呢 就是深海探險 跟著就是考古的探索了 因為呢 其實如果我們看回深海的探索 就是我們大家都應該是很清楚記得 有一個叫做交龍號的 那麼這個都是做得非常之好 我們都是非常之引以為傲 那麼極地探索呢 就是雪龍二號都是做得很好的 那破冰船 那麼還有呢 我們很多小朋友啊 青年人啊 都對這個考古是很有興趣的 所以期望下一步呢 也都是可以 幾方面都是 面向港澳人士是可以招募這些人才的 多謝大家 好 那我想我們民建林 基本上我們的團隊都已經表達了 今天我們講的交流會的一些情況 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如果沒有OK 好 謝謝各位 謝謝